- 還記不記得在你八歲的時候你有什麼興趣? 和朋友打機?打籃球?踢球? 但你有沒有想過在地球的另一邊 有一個八歲的小朋友而殺人為樂? 歡迎收看老波士頻道 今天會和大家介紹世界上最年輕的連環殺人犯 來自印度的阿瑪吉薩達 他曾在2006至2007年間殺害三個小朋友 其中一個是他的親生妹妹 2007年,印度比哈爾邦一個警察局接到一個不尋常的電話 電話是由一個當地的小村莊打出 村民說他們抓到一個殺人犯 當年一月,一位住在印度比哈爾邦的年輕媽媽春春 將他六個月大的女兒卡樹布留在鄉村小學睡覺 他就回家做家務 當他回來接女兒時發現呂鷹失蹤 村民立即找到當時八歲的阿瑪吉 因為當時村中已經有謠言說 阿瑪吉曾經殺害他的家族成員 當村民抓到阿瑪吉時 他很開心地承認他有勒死呂鷹 並且多次用磚頭嘔打呂鷹 再將呂鷹的屍體埋在附近的田地 村民立即將事件通知警方 當警方將阿瑪吉帶走的時候 阿瑪吉還用冰冷的眼神看著警察 警方最初都不相信 這麼年幼的小朋友會知道失蹤女嬰的事 在警方向阿瑪吉盤問的過程中 他很少說話,但經常在笑 他還向警方拿了餅乾來吃 當他吃完餅乾之後 他就向警方透露了他犯下的可怕罪行 他在學校睡覺的時候 我將他帶走 用磚頭打死他 並且將他埋葬 他在作弓的時候 表現得十分平靜 完全沒有任何情緒的波動 由於他可以帶領警方找到女嬰的屍體 還透露了他之前謀殺了他的妹妹和堂底 警方終於相信 在他們面前的八歲男童 是一個連環殺人犯 原來他第一次殺人是在2006年 當時阿瑪吉只有七歲 受害人是他一歲大的親生妹妹 有一天他把妹妹帶到田地 但回家的時候只有他自己一個 當家人問他妹妹在哪裡的時候 他就將家人帶到田地 展示他妹妹的屍體 他說他先勒他妹妹的頸 再用磚頭多次打他的臉 直到他沒有呼吸 在幾個月之後 他用相同的手法殺死了他的堂底 家人為了保護年僅七歲的阿瑪吉 沒有將事情公開 只是將兩宗殺人事件當家事保密 但他的家人也沒有教導他 他所做的一切都是錯的 直到他將六個月大的鄰居女嬰殺死 面對鄰居的指控 家人沒有辦法再為阿瑪吉掩飾罪行 一位心理學家對阿瑪吉進行了評估 並且診斷出他患有精神疾病 心理學家稱他為從造成傷害中獲得快樂的虐待狂 而且他沒有分辨對遇錯的觀念 最後阿瑪吉被關押在兒童之家 因為根據印度法律 兒童不可以被判處死刑或入獄 在兒童之家 阿瑪吉獲得所需的藥物和治療 但大部分時間他仍然被單獨囚禁 2016年 阿瑪吉在他18歲生日後獲釋 據官方報道所指 他現在下落不明 現在的他仍然以殺人作為興趣呢? 今天的分享就到這裏 如果想看更多精彩內容 請訂閱我的頻道 我們下次見